关键时刻蓝白河又卡关了 原本在前总统马英九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民众党主席也是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以及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四个人会谈下 协商出蓝白河的共识往前推进一大步 但是11月18日要公布结果时又卡关了 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 敦请马前总统再次主持大局协商 因为双方的不合是没有赢的希望 那这个时候我还是要特别敦请马总统 应该要把所有的当事人 包括柯市长 后市长跟朱立伦主席 大家找来再碰一面 希望在最后的关头 因为下礼拜就要开始进行登记了 那双方如果不合 那就是没有赢的希望 如果任何人或两方的主战派 都有人觉得说单独选会赢的话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在最后的关头 我们马前总统可以再发挥一下他的影响力 我觉得柯市长是有心要成全中华民国的 所以我对他的这种愿意这个礼让的这种 假如他愿意礼让我们也会非常的赶配 那不过我想一切都要在大家合一的方式来进行 其实有时候不是当事人不愿意 反而是背后的同仁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主战派 双方都有都不太愿意 那我觉得我们要继续努力 要不然的话各自选选不赢的 那这样子又何必也 这个何苦如此呢 对所以我当然个人是 就是也有点忧心 不过我觉得我们还是在 好好的期待有更好的一个消息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